去医院看牙医 医生恰好是前女友 她装作不认识 一本正经到牙齿怎么磨损这么严重 我插科打混 没有你 这些年我都是咬着牙撑过来的 牙疼的第三天 我来到同事推荐的口腔医院 医院环境清优 设备先进 前台服务热情 就连医生也美丽大方 一切都很好 如果医生不是前女友的话会更好 我躺在牙科椅上 望着眼前那张戴着口罩 依旧不言美丽的脸 心蓬蓬直跳 口腔检查拍片再到讲解 柳如烟全程慢条斯理一本正经 好似全然没认出我这位前男友 她总结 祖生齿牙周发言 建议拔牙 我恍然道 拔吧 那就拔 她低头在一旁记录些什么 输得一顿 又抬头看我牙齿怎么磨损这么严重 这许是出于医生对患点的关系 但此时淡漠禁遇的她 与学生时代端方清俊的她 重合率高达90% 就让人忍不住想动 我故意说到没有你 这些年我都是咬着牙撑过来的 她淡漠垂下眼 眼睫似蝴蝶一般轻微颤抖 半晌 她又重拾话题 那当初怎么提分手 我理亏自动消声 拔完牙已经是两小时以后 柳如烟吞去口罩 温生叮嘱三小时内不要吃东西 24小时内不要漱口刷牙 注意饮食清淡 下周过来拆弦 我乖巧点头 追问还有别的要注意吗 不要用这个位置咬东西 更不要拿舌头去贴 说到这她停下来看了我一眼 疼得厉害的话 可以吃一粒不落分 我点点头 还想问 她手指微曲 敲了敲一旁墙壁上挂着的拔牙后 注意事项 我果断度作 她双手揣进白大挂道 牙齿磨损这么严重 以后别咬牙硬撑了 走出医院大门 我还有些恍惚 和公职人一交涉 她也表示疑惑 这还是我认识的柳如烟吗 我深表同感 我和柳如烟高中同校不同班 她是学校顶流人物 我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透明 高一到高三 我见证了无数男生 拜倒在她的校服裤下 情书多得能拿麻袋装 追求者连起来可让学校十几圈 可柳如烟愣是一个也没看上 自然这样一位智商极高 颜值极顶 家世极牛的优质少女 我也是心动的 但我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不打算贸然追求 直到我和柳如烟考上同一所大学 天时地利人和 我那点蠢蠢欲动的小心思又被勾住了 我卯足尽追了柳如烟一年 不知是她大学放松了警惕 还是我运气好 这一追环真被我追上 和她谈了半年恋爱 我提的分手 主要是不合适 她太正经了 正经到都不像是在和我谈恋爱 牵手拥抱接吻等亲密行为 全是我主动 而且她不爱表达 有任何情绪都憋在心里 一时半会还好 长辞以往实在太累 我只想谈轻松简单的恋爱 不想每天被无形的精神 束缚地喘不过气 于是我提了分手 柳如烟很坦然地就接受了分手这件事 没有问为什么 没有纠缠 甚至没有难过 我猜柳如烟也没多喜欢我 这样还挺好的 毕竟是我先追的人 又是我先松的手 万一她对这段感情极认真即投入 那我可就成渣男了 她这样的态度 倒让我很快走出这段不算完美的感情 我们分手后一直没联系 直到今天再见面 她那句颇具暗示性的别咬牙硬撑 属实是把我惊到了 这还是我印象中高冷静域系的大神吗 工举人很八卦问我 朴博昌 要是柳如烟重新追你 你会答应吗 对她说也对自己说 但我喜欢静域系 是想要看她为我跌下神坛 陷入疯狂 而不是像柳如烟这样 我简短评价 她会让我怀疑自己的魅力 不用怀疑 你今天又迷倒了三位女士 她说找我要联系方式给吗 不给 那周五高中同学聚会 在临时的去吗 柳如烟呢 她不会去吧 她就不像是会参加同学聚会 工举人说 而且应该也没人知道她现在在临时 你说的对 我点头应允我去 事实证明 话不能说的太难 当柳如烟推开同学聚会的那扇门时 整个KTV包厢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聚会组织者陆轩率先回过神 刚好柳神也在 临时我就把她请过来 大家欢迎吗 欢迎欢迎 一声比一声响亮 同学聚会本意在交流尽头 分享八卦 再顺便唱唱歌放松一下 柳如烟一来 一群人全奔着交流八卦去 柳如烟实在神秘 大家抓心脑干时的好奇 有人提议玩游戏 简单粗暴的玩法 每人说一句话 在场有被说中的人就喝酒 第一个人说的话 直接将游戏的气氛推向高潮 我追过在场的某个人 我想起那些 追在柳如烟屁股后头跑的人 我默默端起酒杯正要喝 抬起的手腕突然被人拦下 是柳如烟 众人双眼圆睁 叹息式地紧盯着这一幕 柳如烟开口你刚拔完牙 不能喝酒 她环顾一圈淡淡道 我是她的医生 我有责任 今晚她的酒我喝 说着端过我那杯酒 仰头一饮而尽 包厢内那无形的紧绷的 闲豆然就松了 有人玩笑说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他俩有一腿 工举人疯狂拿手肘处我的胳膊 眼神透着十足的好奇 问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小声说医生的职业休养吧 又过了几轮 我很巧妙地没有中招 倒是柳如烟 她很显然是众人探听八卦的主要对象 一连喝下好几杯酒 又是一轮 我和在场的某个人谈过恋爱 高中时的一对小情侣 腼腆地端起酒杯 两人对视一眼 伴着众人的嬉笑起哄 缓缓喝下 我跟着起哄 倒是不担心 我和柳如烟是大学谈的恋爱 也就谈了半年 除了我 工举人 根本没有高中同学知道 这杯酒完全可以赖过去 柳如烟显然不想赖 在那对小情侣放下酒杯后 她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众人呆滞地望着这一幕 我也有些呆 但我笃定 只要我不喝 就没人知道和柳如烟谈恋爱的人是谁 柳如烟不计不缓 重新给自己争了一杯酒 她端起一饮而尽 所有人的眼神 从柳如烟身上缓缓转移到我这边 毕竟大家都知道 她的酒是替我喝的 包厢内敬的落针可吻 接连有人问我瓢国昌是怎么回事 我实在顶不住压力 老实到谈过一阵 分了 我靠 几位女生发出惊叹 男生脸上也是意外的表情 我硬着头皮补充 就大学那时候 众人看看我 再看看柳如烟 脸上的惊诧简直难以言 陡然间成为注目的焦点 我颇有些无所适童 下意识望向醉骨过手 柳如烟还淡定坐着 微低着头 只副抹撒着那只空的玻璃杯 她穿着一件连衣裙 长腿些许吻屈 挤在桌下 包间内细碎的彩灯晃到她脸上 那张怜悯的 仿佛和周围不在同一个次元 她抬眸与我对上视线 她一正 别开视线 询问不完了吗 晚晚 有人说来继续 算是又拉回了游戏的滚道 只是接下来的玩法 显然是奔着我和柳如烟 那段不为人知的恋爱举八卦 我谈恋爱时被甩过 在场有几个人端起酒杯 柳如烟紧随其后 也喝了酒 有人提醒到 如果是替瓢薄昌喝 得事先说明一下 哦没有 柳如烟浅淡淡笑了一下 是我被甩 包向内第三次镜 所有人的眼神一致望向我 崇拜 敬仰 好奇 疑惑 总之什么眼神都有 又都只表达出一个意思 我竟然会甩了柳如烟 我呛咳一声 解释到年少轻狂 我谈恋爱时皆不稳 我谈恋爱时很主动 谈恋爱时我先追的人 一轮接着一轮 快把我和柳如烟恋爱那点是抖落干净 柳如烟也是一杯接着一杯 只是她酒量大概不错 喝了这么多 眼底依旧清明 终于到她的顺序 柳如烟声音有些哑 低声到我目前单身 发落她表率式的先喝了一杯 紧随其后的是一阵起哄声 所有人也于看向我 以为这是柳如烟在试探我的感情状况 柳如烟询问需要帮你喝吗 她言为有些红 不知是不是酒熏的 整个人透着一股烈焰的俊敲 排眸都像在蓄意勾引 我的心猛的一颤 不由地暗骂柳如烟现在好贵啊 木头疙瘩也会开窍吗 了想曾经的她 别说替我喝酒 就连我吻她 她都不知道回应 喝吗 她追问 声音紧绷着 喝吧 我说 她抿了一下嘴角 似是开心 喝下了这杯酒 经过刚才那一出 所有人都猜柳如烟可能对我有点意思 宫举人也这么想 还让我好好把握机会 我不太信 主要是没道理 柳如烟这条件 要什么样都没有 何至于对我念念不忘 我这人不爱猜来猜去 也不喜欢胡思乱想 在柳如烟送我回家时 我开口询问你什么意思 柳如烟停步 垂眸看我 眼底会暗不明 我问你想复合了 她说 你不是想吗 我真的很诧异 我什么时候 柳如烟深吸口气 话语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没有我你这些年 都是咬牙撑过来 我瞬间恍然 刚想说那就是逗你 但一看柳如烟的脸色 又不太说得出口 她反应过来你又玩我 我变过什么教语 她说当初费尽心思 追我的不是你 追到手谈了半年 就甩得不也是你 你不就是图新鲜玩玩了吗 追到手就不珍惜了 谈恋爱的时间 还没你追我的时间长 她话语里 夹着委屈的控诉 听得我简直耳目结舌 我从来不知道 柳如烟竟然这么想 当初分手 她明明很无所谓 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怎么现在提起来 一股咬牙切齿的怨 但不管怎么说 整件事确实是我的不对 我主动承认当初是我错 望着她受伤郁闷的神情 我又补充一句 现在也是我错 我不该随意开你玩笑 抱歉我放了腔调 柳如烟沉默许久 叹一口气走吧 送你回家 那晚柳如烟再没开口 我想我可能把柳如烟得罪了 她会错一表错情 全因为我一句玩笑 如果我是她 我也不想再礼物 转眼间就到了拆线的日子 我来到医院 接待我的还是前台 那位热情的小姑娘 一路把我领到柳如烟的诊疗室 柳如烟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 淡淡扫我雨 说来了 嗯 我应声 公事公办的语气 一切恍若一星期前 我来到这见到她的那一天 装不认识 装陌生装不熟 她起身一脸正色跟我来 我发现我有点见嗖嗖的 柳如烟越这样端方自尺 我就越想招惹她 但眼下显然是不得行 柳如烟容易误会我在玩她 还是闭嘴什么都不说比较好 拆完线 柳如烟一本正经 叮嘱窗口恢复得不错 这几天还是要注意清淡饮食 既辛辣油腻 尤其不能喝酒 知道我学她的语气 礼貌鞠了一功 谢谢柳医生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等等 她叫住我 她忍了又忍 脸色怪异你干嘛这么说话 我坦然的不是你要和我拉开距离吗 我没有 她解释一声 又继续沉默 我索性停在原地 看她究竟要说些什么 柳如烟沉默许久 四放弃般开口我们复合罢了 我有一瞬间怀疑我听错 但柳如烟又认真强调了一点 复合可以吗 为什么 我问 我实在很难把这理解成喜欢 柳如烟会喜欢我吗 当初谈恋爱时 她的态度就说不上有多喜欢 何况我们这么久没联系 复合简直是天方夜谈 她沉默稍许 我有点接受不了你甩我 她说 这几年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想的都是你当初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我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么对我 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 耍我很好玩吗 看我因为你寝室难安很好玩吗 我惊恶不已 我着实是没想到 我这一番瞎操作 还把自己折腾成柳如烟 求而不得的白月光 她说给我个机会 让我证明自己 然后等我爱上你 你再甩了我 她笑了笑 说不甩 我们这段关系什么时候结束 有你决定 她再次询问 可以吗 直到这一刻 我才不得不承认 柳如烟的颜值对我的吸引力有多大 她只是这样站着 穿着白大褂 头发凌乱搭在额前 轻声问一声可以吗 仅此而已 我就想点头答应 试图劝退她 当初分手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说 你只要我猜来猜去很累 如果就这样贸然开始 可能还是会累 我看向她 到时候分手 你又该说我玩你了 不会的 她态度坦然 我做好准备了 这次随便你玩 她说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让你玩得够 走出医院大门 我还在恍惚 本意只是来拆个线 我怎么还顺便脱了个单 整件事发生的过于突然 毫无实感 我给工举人拨去电话 剔头盖脸 第一句话我脱单了 和谁 柳如烟 她一声尖叫 随后信冲冲道 我就说她对你有意思吧 是谁当初说绝不可能答应 还说和她在一起 会怀疑自己魅力 我默默辩计 她应该也不是对我有意思 我更倾向于柳如烟 是不甘心对我耍 绝世大美你的魅力就在意 她在哪跌倒 就要在哪爬起来 对你没意思 还愿意和你在一起 骗鬼吗 工举人继续侮辱我 怎么 这回她这高领之花下神坛了 我抿名嘴 说出令我点头的关键性 她竟然让我玩它 她顶着她那张脸 说让我玩个够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能拒绝 我当时脑子里 只剩下一个念头 不安不适 工举人为深入了解 这一段八卦 直接把休假的我换回公司 叽叽喳喳一上午过去 工举人心满意足 拍着我的肩膀说 柳如烟 这就是对你有意思 我还是不信 毕竟她嘴里十个女人 有九个都对我有意思 午饭是在公司吃的 午后闲来无事 索性开始整理客户资料 这家婚介公司 是我和工举人合伙开的 她的主意 她还在上学时 就爱拖个小情侣在一起 特效网说梅这一行 喜欢那种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把两个陌生人 撮合到一起的感觉 虽然我理解不了 但她开心就好 原本我只负责出资 但生意日渐红火 工举人忙不过来 我就辞去了原来的工作 加入说梅的行列 不过我没有她能说 多数时候还是负责幕后的工作 联系对接客户 什么整理资料 一直到下午五点 我升个懒腰关电脑准备下班 才走出办公室 就见到大厅角落的圆桌处 新来的员工小赵热情 拉着柳如烟填写客户资料 柳如烟礼貌疏离 又带着几分她独有的交情 我笑着走过去敲了敲桌面 说着我女朋友 小赵看我的眼神 瞬间十分崇拜 这种眼神以前其实没少见 每回把柳如烟带出去吃饭 别人知道她是我女友 就会露出这种眼神 我发现我还挺虚荣 毕竟这种目光我是享受的 柳如烟站起身一本正经的说 你好 我是柳如烟 你好你好 小赵双手回我 坐上柳如烟的车 我才想起来问 特意过来接我下班 她说离医院也不远 是挺近 你们医院还是一个同事介绍给我 说有个牙医特别漂亮 我没想到是你 知道是我 你还来吗 她问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牙医是柳如烟 那我肯定会选择换一家医院 但眼下我都和她就清楚然了 又觉得去了也挺好 我没答 好在柳如烟也没执拗要一个答案 她又问我 怎么还在客户资料里看到了你的照片 我笑着答 工举人的主意 她说用来招揽新客户 省得留不住人 柳如烟面色难辨 我凭过往的经验判断 你不会是介意吗 有点 她说能不能撤了 你现在都是我男朋友 这样我会吃醋 我简直震惊 柳如烟以前可不会坦言她吃醋这回事 大学时社团有一个学姐 追我颇热情 追得人尽皆知 柳如烟当时知道后什么也没说 只某天突然把我拉到无人的角落 稳了十分钟 稳完再送我去社团开会 迎来学姐黯然神伤的目光 那是我才后知后觉 柳如烟可能是吃醋了 闷葫芦的转变竟然这么大 看来这是要卯足尽证明自己的魅力 都不高冷了 那还禁欲吗 我有点好奇 月月遇事能不能牵手 她呛了一下 开车呢 有的女人都能单手开车呢 好美 她认真说那样不安全 又过了一回道红灯 她缓缓停车 简直是迫不及待 递来一只右手说 牵吧 我刚握住她的手 就感觉她手掌巧妙的一番 转眼间已是十指紧扣的姿势 抬眼一瞧 她耳根红了一片 我心想不得了 还学会主动回窝 经过一晚上的相处 我发现柳如烟的变化确实大 会主动牵我手 有情绪会表达 温柔体贴 细心周到 简直无限趋近于我的理想型 我久违地找回了那种恋爱初期 春心懵动的感觉 脑子一整晚都在尖叫 好美 好萌 好想亲 但我努力克制住了亲她的欲望 毕竟刚开始就亲 很像是流氓 晚些时候 柳如烟送我到小区楼下 她不舍拉着我的手 红着脸说时间过得好快啊 那一瞬间 我又克制不住了 我凑上前 在她的夹边轻轻吻了一下 观察她的反应 柳如烟危症 随即眼神软软的看我 像极了懵懂又天真的小鹿 看得人心都快化了 我开始怀疑 柳如烟这几年去 静修了什么女狐狸经养乘客 不然怎么一举一动 都这么戳我心窝 在车上耗了许久才上的楼 洗过澡 我拉窗帘准备睡觉 却看到柳如烟的车 还停在楼下 磨磨蹭蹭不愿走 我打电话问她怎么还不走 她说太开心了 有点舍不得走 我手指搅着窗帘的穗子 嘴角高高扬起 试探着那要不你上来 我们才 她犹豫地说 这样会不会太快 我一下笑出声 单凭这点看 还是过去那个柳如烟 她那边传来嘻嘻嘻嘻的动静 她说你要是想的话 我现在就上来 我想你现在回家 我将目光放到楼下 望着车旁那道身影说 柳如烟明天见 好 短短几天内 我迅速被柳如烟迷得神魂颠倒 供给人知道后 使劲打去我 是谁一开始说不会答应的 现在满心满眼都是柳如烟 我无可辨别 因为我也觉得这实在太荒唐 我竟然在短时间内 陷入了疯狂的热恋 她继续言语 还玩她 我看是她玩你了 你看她把你迷这模样 班都不好好上 我双手支着下巴忧愁地说 我确实有点担心 我都怕她这是为了报复我 要是等我离不开她 她再甩了我 那我到时候怎么办 公举人说 简单 你现在就和她分手 那不行 我想都不想就拒绝 如果注定要痛苦 那我还是快了一段时间在痛苦 你没救了 我颇为认可她的评价 我也觉得我们救了 一边清醒一边沉沦 这都不像我 但没办法 重逢的柳如烟精准 踩在我每一个点上 不和她谈恋爱 我会爆汗终身的 快到下班时间 柳如烟打来电话 说是医院新来的一批设备出了问题 她得处理 今天没时间来接我下班 我忙化身贴心男友温柔小姨 告诉她忙自己的就好 公举人听得直斗鸡皮疙瘩 她问你每天都这么和柳如烟说话 怎么 怎么 我一个男人都受不了 我可算知道 柳如烟为什么对你死心塌地 我白了太隐 故意捏枪 那我以后也这么和你说话 让你这辈子都离不开我 她笑骂一声滚 我直奔柳如烟的医院 既然她不能来接我 我可以去接她的 满打满算来过医院两次 这次不用引导 我一路直奔柳如烟的办公室 推开门办公桌后坐着一个人 却不是柳如烟 她站起来 过意外看我 朴国昌 我尴尬一笑 好久不见 此人是柳如烟大学时候的室友叮当 我追柳如烟那段时间 没少讨好她几位室友 久而久之 在他们面前也混了个脸书 叮当已到近前 她说来找烟烟了 她还在外面忙设备 临时出了一点问题 我无错点头 她脸上笑得八卦 你俩这是又在一起了 她自顾自说 我就知道能有这一天 你这次可别再把她甩了 她一脸稀罕说 当初你和她分手 她表面上装成没事人一样 实际躲被粉偷偷空了 要不是室友去掀她被子 这是这辈子我们都发现不了 我的眼睛逐渐更大 想不到吧 谁能想到平时那么高冷眼 趁着柳如烟未回 我和她大学室友 在她办公室交流了许多 我才知道当时分手的后续 原来柳如烟不是无所谓 她根本有所谓的 食不下宴 寝不安寝 躲被子里哭 还在梦里喊我的名字 据说人都是哭着醒来的 我简直大为震撼 这和我印象中那个酷酷接受分手 连个转身都不带犹豫的柳如烟 真是一个人吗 叮当说 我们当时也劝她说 要是还喜欢 那就把你追回来 结果她红卓眼说 你都不爱她 追回来还有什么意思 我再度震撼 我都想象不到她这个样子 当年的柳如烟 可是我心目中高冷静欲的女神 叮当众肯点头我懂我懂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敢相信她这么 总之那场景看一次就终身难忘 连续的冲击 我的脑袋都变得晕乎乎的 我尼南到原来她这么喜欢我 当初以为她不怎么喜欢我 我才提的分手 她点头 原来我们也这么以为 毕竟是你先追的她吗 结果分手后才发现 好家伙这人爱得可太内敛了 到底又告诉了我许多当时的后续 总结起来就四个字难以置信 我不光是柳如烟 求而不得的白月光 我还是她念念不忘的初恋 就连这所口腔医院 都是柳如烟故意开到我公司附近 就为了有机会鼓誉我 到底拍了拍我的肩 说好好对她吧 这几年为了她改了许多 我独自在柳如烟的办公室 待到天黑漆黑的 办公室桌上的手机突然亮起 屏幕是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我缓慢接起 她声音雀跃有空下楼吗 打包了好吃的宵夜给牛 我开口声音意外干涩 我在你办公室 她沉默几秒 随后说你等我 我马上就到 确实是马上就到 我好像根本没来得及想任何事 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 啪的一声灯亮 风尘扑扑的柳如烟出现在门口 她看了两眼 声音意外的紧张出什么事了吗 我抿开唇笑了笑 带了什么宵夜 蟹黄混沌 原来她真的都记得 这是我大学时候经常拉着她去吃的 当时她无动于衷 原来是默默把我的喜好记在了心里 我尝尝 打开食盒 扑面而来的香气 没吃晚饭的我是真的吗 一口气吃下去半晚 柳如烟一直安静坐在我身边 许久 她小心翼问 你不会是要提分手吧 我一阵扭头看她 发现她神色异常紧张 我猛地想起来 当初我和她分手 就在饭后 那天我和她如常吃完饭 接过她递来的餐巾纸 擦完嘴后 平静提出分手 她当时没问为什么 转身就走 留下阴影了吗 我忽然有点心疼 眼眶微微发酸 我抬头望她 笑着问柳如烟 你是不是很爱我 她抿着唇 没打我 这次即使你不说爱 我也感觉到了 她飞快眨了几下一个 似是难为情 问到底怎么了 我拿勺喝糖悠哉答道 到底都告诉我当初分手后的事 她霍地一下站起来 走出几步 又转过身走回来 重重在我身边坐下 一处焦道不安的模样 我被她这愣头儿倾的模样逗了 笑而不语 她问到底都说什么了 我条震撼的讲 我辈子里哭算不算 她的脸一下子就黑了 我凑上前盯住她 真的哭了吗 没有 她倔强所认 我有些遗憾地说 好想看啊 你这么漂亮 哭起来一定很好看 她盯住我 双手捧着我的脸 认真的说 我没哭 好好好 我忙哄她 是我哭了 她的眼睛忽善忽善 突然凑上前 在我的眼皮轻轻吻一下 触感温热 我缓缓睁开眼 对着温柔的柳如烟许下承诺 这次不会再和你分手 我保证 那晚是在柳如烟 诊疗室的小床上睡了 我和她合一躺在床上 聊这些年 我问她 既然这么喜欢我 复合的时候怎么不提 还说什么不甘心被我甩 搞得我信以为真 以为她真是在哪跌倒 就要在哪爬起来的性格 她说我都被你挽两次了 再来一次 我真就折腾不起 她从后紧紧拥着我 你不知道 你说没有我 你这些年都是咬牙硬撑的时候 我有多开心 我心说怪不得 没说这句话之前冷落冰霜 一说这话立马温暖如春 我转身回报她 先道歉 对不起 然后便挤 但是你一本正经的样子 真的很招人逗 只有你逗我 她捏我鼻尖 那谁让我是你男朋友呢 她也笑那也是 迷迷糊糊快睡着 我又想起道德 我问她怎么会在医院 她说想跟着我干 我就把她招揽了 我顺势问 医院真是为了我才开到这来 她又开始难为情 直至无无不作答 我笑说说实话 奖励一个轻轻 她掂量一会 诚恳点头 她说我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也想看看我还有没有机会 我亲身稳住她许久才放 话讲师的评价一声 不错 会回稳了 她又开始脸皮薄 悄悄拿被子遮住 红透的下半张脸 这实在过分可爱 我在她露出的上半张脸 轻了个病 扑了她一脸头水 她又悄悄拉下被子 眨着眼问下半张脸也可以吗 我点头说可以 瞬间变成亲来亲去的 一晚上我和柳如烟正式进入热恋 工举人对此相当不解 还拿当初的话 嗆我不是玩他们 我怎么看怎么都是你陷得更深了 你别玩过火了 你不是要她这高领之花 为你陷入疯狂吗 我心说柳如烟早就疯狂了 但这种话还是不能和工举人说 毕竟柳如烟脸皮薄 到时候她该不好意思见了 热恋期的我疯狂地找柳如烟 简直想时时刻刻黏在她身边 头一个受不了的事到底 她劝不住柳如烟 便拉着我说话 我知道你们正干柴烈虎 但你们俩能不能稍微注意点 你想什么 她说今天早上 我去找烟烟拿昨天的诊疗报告 我问她报告在哪呢 你猜她说啥 在桌子上 她叹一口气 学着柳如烟的腔调开口 你怎么知道昨晚朴国昌 给我炒了西红柿鸡蛋 无语吧 她求认同地看着我 我狠狠地点头 她好可爱 她在哪呢 我现在就要去亲死她 叮当翻了个白眼 我真是受不了你们俩 我笑着和她白白 最终在诊疗室外找到了柳如烟 她穿着白大褂 斯文俊秀 正仔细地给刚拔完牙的患者 交代拔牙后注意事项 我在一旁认真听着 带人走了才说 你少说了一句 她正洗手消毒 不要拿舌头去舔 刚拔完牙的地方 只有你喜欢舔 她说我 什么时候 我猛然想起来 当初接吻 我好像是比较喜欢舔她 我又不说话了 她朝我走来 眉毛马含春意 来接我下班 我故意夸大其词 我们引起功分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恩爱了 他们看不惯 她拥着我说 他们看不惯 忍着 我还没爱够呢 我抱着她在想 柳如烟确实变化很大 但现在不再是 她和我的理想型无限趋劲 而是我的理想型 在向她靠我 她才是我的理想型 永远不变